那就噴水汽噴 噴一下噴一下 西乃山禱告 對 喔 你還有對照圖喔 對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個形象在這邊 對 鬥救 他們是講官司應是佛祖 你看那個官司應是佛祖 這是你沒有去敲打吧 這是自然的 欸 這顆太極 一黑一白的地方 說哪一個是那個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 最尊貴的 最尊貴的 那你自己找啊 是這個大哥的吧 這是什麼的食物 對 這個是飲食 台灣 給你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演藝圈的大哥 順哥呢 他曾經有一個石頭家族 因為他蒐集石頭城池 但台灣呢 在花蓮這個地方 可以算是石頭的故鄉 這一次 台灣第一的呢 打聽到有一顆神秘的石頭 聽說呢 價值難以計算 而且呢 連很多國家的領袖級 一起要來保護他 到底是什麼樣珍貴的石頭 而且是在誰的手上呢 蛤 就跟那個一起看看 大哥 你請問一下 你幹嘛要給他澆水 這樣石頭比較明顯 因為這個石 比較明顯 因為剛才這個石頭就很明顯啊 他就是石頭啊 為什麼他沒有 那有理論的圖案啊 哦 裡面圖案喔 對 這樣這個很明顯是比較草 這是他的花 那你對石頭有很了解喔 已經跟他接觸二十八年了 二十八年喔 大哥 我打聽到哪裡了 你們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很珍貴的石頭在花蓮 聽說連那種 我家的領袖都要在花蓮 是 是要在哪裡 好 那你找 今天你找對人了 好 那就是在我這邊 真的喔 原來在你那邊喔 對 我等一下也跟你回去看那顆珍貴的石頭 好 但是現在呢 你還在找嘛 對 我也來找一下 好 這真是完全不費摧灰之力 就被我找到了神秘寶石的主人 林大哥說 他尋找石頭的資歷已經將近三十年 靠的詮釋直覺 真的那麼神奇嗎 不知道我有沒有這個慧根 能夠像林大哥一樣撿到西式珍寶呢 石頭啊 石頭 請多給我一些靈感吧 欸 來 你先拍 你先拍 你覺得這像什麼 像一匹馬 大哥 這個很像 一隻動物 你要給它豎起來 就顯像 這是馬的頭啊 對 馬到成功 腳啊 對 而且那個馬還吐了舌頭 太棒了 來 你倒一下水 哇 欸 很清楚耶 哇 我要成功了 對 好感動喔 這個石頭 會不會可以讓我就退休了 不可能啦 一個石頭 你一下子加 就要想退休 那他 那我們玩石頭的 每一個人都發大財 好啦 那我覺得藝術的眼光 對 那我找這個還OK嗎 我覺得不但OK 真的 非常 非常美 那我就抱囉 我就抱走囉 對啊 那你也抱走 那你待會兒去看那個 好啊 那我們就一起 珍貴的石頭 林大哥說 他要將這顆特別的石頭 納入他的石頭博物館裡 也就是他即將要帶我參觀的地方 原來他今年累月收集來的石頭 全都在這裡 放眼望去 還真的是令人看為觀止呢 哇 哇 欸 大哥 你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你這個有幾顆石頭 這邊都在上千 千千千個 上千個喔 這邊是創世紀啊 就約聖經就約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一直到最後照人亞當夏娃 欸 真的喔 對啊 那這一邊的話呢 跟您有關係 跟我有關係 對啊 因為我看到你 這邊 對 我剛好是去的 對啊 所以我叫你來看 喔 真的喔 那要看哪一顆石頭 我們去看這個 其實這個你看 這樣子太太白了 我哪就噴水去噴 噴一下噴一下 西乃山 禱告 對 喔 你還有對照圖喔 對對 欸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個形象在這邊耶 我們用這個圖 然後再比對這個石頭 人家就很真 就很真的 對不對 所以因為在這個花蓮地區 很多的原住民 可能都是基督徒的也比較多 對 但是我剛剛看到你進來的時候 還有一些 別的宗教 比如說道教 佛教 你都有 對 那道教 他們是講 官司印是佛祖 你看就是官司印是佛祖的 這是你沒有去敲打吧 對 這是自然的 欸 這顆太極了 喔 一黑一白的地方 這個我大概可以猜得到 這個是什麼 這個太明顯了吧 這穿黑色衣服 然後面有一個綿 一個帽子 然後這邊有拿一個什麼 那個扇子 幾乎 這博物館裡各式各樣的石頭 除了幾顆不同的宗教之外 還有十二生肖 一應俱全 細細品味之後呢 會發現每一個圖案都很逼真 甚至還有數字也出現在石頭上 令我由衷佩服林大哥的眼力 有一個圖案都很逼真 不過我更好奇的是 總統級的石頭 到底在哪裡啊 我們以前的這些政治領袖耶 對不對 有這個蔣經國先生 蔣中正先生 對 還有孫中山 跟那個蔣介石先生 這是屬於兩岸的 這是屬於中國 所以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 就是兩岸 這裡有江澤民耶 對 還有錫景品你都有 這麼新的你都有 這個是我們的馬英九 不過這個姿態 是讓我有點知道 我們這個破題微笑 前政治領袖 對 李登輝先生 你看 他這個是立體的 他不是屬於這個上面有像 他是整個造型 很像李登輝先生 為什麼阿比亞要臉那麼大 並且又是扁的 就是按這個筆對 卡通造型的阿比亞 但是有一顆是我要找的 不是看領袖的像 是領袖要保護他 是國家 可能是國際的這種 來認證 有一個超級 甚至於價值 不可計算的一個 寶石 也在你這裡 那你這樣講的話 那個應該是天外來客 他是屬於外面 外星將下來 可能一般人都會 為他而來 目影而來 你可以帶我去看嗎 我可以帶你去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 來 走 從人像 圖像 到人形石頭 林大哥的收場 真的是太厲害了 看完這麼多石頭之後 重頭戲終於要登場了 讓我期待已久的神秘寶石 聽說就在這間小房間裡 不囉嗦 趕緊來去 瞧瞧去 你這裡面又是另外一個 房間專門在收 好像不太一樣的石頭喔 對啊 那你說哪一個是那個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 最珍貴的 最珍貴的 那你自己找啊 是這個大哥的吧 那你沒有碰到嗎 你這麼大石頭 你怎麼弄過來啊 用那個吊塵 這可以摸嗎 可以 這能量很強 這是什麼東西 在八十一年 這個是隕石 這一顆是隕石 你要找的那顆隕石 這一顆隕石 它如果從 外太空打到地球上來 應該是打了一個 超級大洞吧 對 那你怎麼知道它是隕石 這要天意 我最先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不甩它在這禮拜 就是看到它的那一天晚上 就是怎麼睡就睡不著 那第二天又過去 心中有一種感應 我說你就把它帶一塊回去 所以這邊的部分 上面有一個小洞 是我把它敲回來 所以我剛才講過 天意它的意思就是說 把它帶回去 把這一塊小塊的帶回去之後 被朋友看到說 你怎麼有意思 原來我要尋找的神秘寶石 竟然是來自於外太空的訪客 這顆隕石重達360公斤 據說是1945年 就來到這個地球上 直到1992年 才在花蓮的海邊 被林大哥找到 因緣的機會 成了博物館裡最珍貴的收藏 經過工研院鑑定之後 才發現 它原來是全世界最大的玻璃滋瓶石 因為陰瓶石有四大類 有石陰瓶石 鐵陰石 鑣鐵 跟那個 這個是屬於玻璃紙的 所以你看這個很像玻璃啊 它比較輕 這個是屬於煤渣型的 所以人家看到都很像瀝青嘛 那他們估價 如果說有收藏交給你買 沒有沒有辦法賣 哎呦 這是你個人的一種感動 對 其實這種大塊陰瓶石 我剛剛看我就已經覺得看我的經驗 以目前一階一職的話 一階一職的話 應該是世界之罪啦 就能量很強 能量很強 所以你可以抱抱他 跟他祈願 好 老婆一個不夠還可以再求他 怎麼可以這樣 上帝創造一兩一女的 彷彿在電影場景裡 才會出現的巨大雨時 靜靜地陪伴著林大哥十多個年頭 這個來自於異鄉的遊子 不禁讓我讚嘆宇宙的神奇與奧秘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夫爾莫殺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 得命